希望這次比賽我們能夠有好的成績 然後打進東京 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台灣隊陣容一字排開 將在大巨蛋展開為期十一天的集訓 五大先發野油譜 女美好手林玉銘扛起王牌 還有黃子鵬 陳柏青 江國豪及郭俊麟 首場交手韓國隊 外界看好林玉銘單剛先發 曾總表示還要觀察 希望假如 假如真的丟第一場 或是哪一場都好 就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功課做好 儘管李玉銘過去三年都在美國打球 十二強他面對日韓打者也有信心 去年他在杭州亞運出賽兩場 首戰小組賽投出優值千發六局50分 好表現大家有目共睹 這種杯賽要進入第二階段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包括經典賽也是 那希望我們這次可以 就是在第一階段有好的收穫 事實上角落內野人選 是否足夠曾引發擔憂 看名單內 此次代七名內野手多數都是中線 包含江坤與 岳東華 李凱威 張鎮宇 林立 一壘只有朱玉銘三類也只有潘傑凱 曾總也有打算將以中線來替補內野 這邊是希望說能更有機動性的一個去 讓教練團在調度上面更靈活 所以說我們在中線上面選擇了二至三位的一個選手 二十九號儀式會長蔡奇艙現身勉力國壽 還準備加菜經未勞包含十位教練 二十八位選手及一位隨隊選手 後勤團隊一人一份總額五十萬 還近期幫陳冠宇慶祝三十四歲生日 目前除了集訓之外 十一月二號三號台灣隊還要出戰捷克隊交流賽 為蛇強熱身 先發投手亮牌 分別由台岡雄英陳柏青富邦漢將江國豪出戰 曾總透露林玉銘也有安排登板 時機還要看比賽狀況而定 球迷等不到十二強 可以先看交流賽為台灣隊加油